我剛剛來的時候 這個貼這個 這個每個人要貼一個 我覺得我除了法律以外 你們應該再加一個這個 我對政府很了解嗎 你們剛剛提了很多時候 好像有個部門幾天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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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因為在這個 這個我其實進去才一年多了 所以對於這個政府體系的運作 也覺得真的是蠻大一部機器 我們要知道怎麼樣才可以讓這個機器運轉得好 那今天 今天來提一個案 這個是我們這個高村長一直鼓勵我說 這個我應該來試試看 提個案 所以 這個題目是 我可不可以不要去開滿社公司 是因為發現太多的人 都沒有把公司設在台灣 那 我們不希望我們大家忙了半天 我們所有的公司 所有所有公司 全部都不是台灣的公司 所以 我們希望 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部分呢 在行政院呢 我們現在有一個這個專案 就是 虛擬世界發展 推動的一個法規調適的專案 那這個專案裡面呢 有三大部分 那第一個部分就是 怎麼樣讓網路公司願意設在台灣 好 那這個部分 第一個項目 第二個項目是 數位生活 遠距醫療 遠距教學 遠距工作 那第三個部分是有涉及到這個 各自法的問題 open data的問題 然後還有一些網路新的一些人權 肉搜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我今天先想提的是我們 在這個項目裡頭的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希望讓網路公司 願意設在台灣 那意見徵詢的結果 當然就是 很多我們的公司法裡頭有關 股權安排的部分 不夠有彈性 好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本來在業界的時候 也是處理很多這個 這個商業投資的事情 也了解說這個公司法上面 有些東西是需要調整 對我們現在初步的這個規劃上面 是希望在公司法裡面 有一個新的形態 叫必鎖型的公司 就是你沒有公開發行之前 你是一個private的公司的話 這個股權 股東支援股權安排 可以更有彈性一點 那另外就是 crowdfunding這一塊 那這一塊現在 會針對這個股權式的 這個crowdfunding 希望在法律上可以 法律上可以 政策上可以 可以公開 可以 可以合法 所以 因為這個政策的這個推動 我們已經有很多的資料 國外的發展 以及這個一些學界 一些看法 那我們希望在政策形成的 這個比較初期的時候 就可以把相關的資料公開 然後大家可以在網路上討論 所以呢 我們現在需要這個 Gitbook熱寫的編輯 然後協助我們 這個收集更多的資料 所以我們希望 從現在開始 在這個 這個政策 因為這都涉及到一些法律 法令 不一定修法律 有些實質行政命令 就是內部覺得可以 我們用行政命令就可以解決 但是希望在政策形成的過程同步 我們可以有最即時的意見 跟收集這些意見 可以讓我們在政策制定的時候 可以更完整 意見的收集可以更廣泛 所以我們今天提的就是希望有人支持 謝謝 謝謝 我們放上來的這些文件的授權 是開放授權 大家可以再研究 文件應該是 因為 你們的研究報告 沒有這個 這個裡面會有 會有研究報告 這個部分我想 原則上我們會處理這個事 好不好 因為我現在也會有一個網站 把所有的資料都放上去 網站 有人建議說文字有的太難懂了 所以還要再轉移一下 還是不用 我就是很複雜的 就是 那個論述有的比較法律的東西 需要再轉移 先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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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了解